台湾地区打算扩建南海的太平岛 并且暗示着企图拱手向美国空军赠送一个空军基地 那么武统条件就即将触发 其后果如何呢 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 我是福建少 据台湾媒体报道 台湾军方计划将南沙太平岛上的1150米的跑道延长350米 扩建后太平岛的机场将达到1500米的长度 这一计划经由美方同意台湾安全部门决策 最终改造完毕之后 该机场可以提供战旗起降 也就是说台军推动这项跑道延长计划 就是为了今后美国军队在必要的时候能够在太平岛降落 而台湾地区当局一旦允许太平岛机场跑道进驻美国军机 那么极有可能会触发武统 因为一旦发生外国军队进驻中国的机场 不管这个机场是由中国大陆管辖 还是台湾地区管辖 那么他们就触碰了对台动武的红线 太平岛是南海岛礁中面积最大的自然岛 并且呢还是拥有淡水的相对比较安全的岛屿之一 岛上建有一条1150米跑道的机场 对台湾地区而言这条跑道都不用了 这也是外界对台军扩建太平岛机场的动机感到费血的原因之一 解放军在南海已经有了几个可以起降大型军机和战斗机的机场 这对控制南海的态势是非常有利的 美国军队为了对抗中国推出了所谓的前进部署战略 也就是尽可能的把军舰和海军陆战队部署到中国的身边 但是美军在南海的部署存在了一个严重的困难 那就是其耗费的军费要比中国军队多好多倍 毕竟美军要不养万里来到中国的家门口杀野 但是一旦太平岛上有了美军的基地 哪怕只是一条跑道 美国军机就有可能在这里进行加油 然后住房 从而极大的增加其在南海上空的滞留事件 增加对解放军的战略压力 但是想在太平岛上起降大型军机 甚至为军机提供必要的加油服务 不只是扩建跑道那么简单 如果台军开始兴建大型油库 还有能够保障大型军机的设施 那就非常危险了 当然也不能排除台军为美军机 在南海发生突发事件时建立一个备降场 台媒也提到了美军在必要的时间 能够在该机场降落 所以现在网上出现的台湾扩建太平岛机场 拱手交给美国使用 这样的传言 可能是真实的 也可能不真实 因为这等于给中国大陆送上了发起武统的理由 太平岛不但会被解放军收回 连同台湾本岛也可能会被直接拿下 那么如果美国军机以发生故障为借口 迫降到了太平岛上 那么中国大陆会怎么办呢 这种情况就比较有意思了 美国人说我们是没有办法 飞行人会说自己是为了保命才这么干的 之前美军的一架FA-18战斗机 在台湾附近出现了故障 然后在台湾本岛的机场进行了降落 中国大陆并没有因此而宣布 台湾地区当局违反了反分裂国家法 所以美国军方似乎感到有理由 解放军还不至于因此而发动武统 但是我们也不可能让美军这么踩红线 对付这种情况 最好的办法就是直接将太平岛拿下 美国的军机扣押 美国曾把EP3迫降到海南岛 中国就把EP3扣押了 在太平岛上的美军军机 同样可以供我们拿来研究 就看美国人给不给我们机会了 总之一旦台湾地区把太平岛机场扩降完成 中国大陆就可以做好一套应变的机制 等美军降落后 那可就别想走了 来个瓮中捉鳖 那么这样的情况会不会发生呢 我想美国海军空军以及台湾地区当局 都得认真地用脑子好好想一想 其后果如何 好 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